今天第一個議程是房產缺失論壇二 論壇主題為2014下半年各地房市風向球 讓我們歡迎論壇主持人房地產專家田大全先生 宇潭仁 創意家行銷 王明鎮董事長 黃苑建設 郭敏能董事長 龍堡建設 張莉莉董事長 一起上臺 各位早安 端午節快到了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最近心情不太好 但是沒關係 吃完粽子什麼事都沒了 據說昨天的這一場呢 講得非常的溫馨 祥和 對於政府的大方 大家都沒什麼意見 你放心 如果昨天讓你覺得沒有什麼感覺的話 今天這場保證讓你爽 但是這三位呢 其實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也都是個性非常的溫和 對於政府的打房 向來也是予以支持的一個態度 你相信嗎 因為這邊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王明正 王董的創意家行銷董事長 他其實大概在大臺北地區呢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豪宅案 他整個現在目前也身處在風暴的中心 我們偉大的市長呢 希望說房價能夠兩年跌三成 好吧 待會你跟我們市長稍微做一點溝通 副市長 副市長 講到市長 頭腦有點昏 不要嚇我 他如果幹市長的話 不是 待會我會倒了 OK 我補充這個郭董剛剛講幾個數字 其實房地產貢獻不止1% 我跟各位報告 2013年台灣GDP總值是15.35兆 然後根據實價登錄的資料 2013年房地產成交的總金額是4.65兆 如果你把4.65除以15.35的話 也不多 大概30%而已 去年的GDP是2.19 如果你要把房地產打趴 那就把2.19再乘以0.7 台灣的經濟就保一了 好不好 所以這是最為難的地方 就是說 捏緊了把你捏死了 捏鬆了沒有用 我想這個其實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想跟大家溝通幾個觀念 政府現在常常在告訴我們說 居住正義 年輕人要買房子什麼 所以剛剛談到很多税的問題 我們當然會進一步往前談 但是我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觀念是 就是持有税要增加 房屋税要增加 然後實價科税要居住正義 政府現在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說 只要實價科税 所以持有者這個壓力就增加 所以房價就會下跌 所以就居住正義 所以年輕人就買得起房子 邏輯是這個樣子 只要持有税增加 所以買得起不見得住得起 所以房價就下跌 所以居住正義 最年輕人就買得起房子 告訴你邏輯是這樣的 實價科税和持有税這兩件事情 我就告訴各位一個邏輯問題 全世界都實施實價科税了 則是咱們台灣跟北韓還沒有實施 那怎麼樣 美國實價科税 中國大陸實價科税 日本實價科税 房價從來沒漲過 你是要告訴我這句話嗎 有漲啊 那誰告訴你說實價科税 房價就不會漲呢 不通 第二個 如果各位有在美國買過房子 你知道美國的持有税 一年要交多少錢 各種州政府 還有各種不同的税捐 它持有税比台灣高太多了 它房價有沒有漲 有 所以請各位把邏輯想清楚 實價科税該漲照漲 持有税更高 該漲照漲 你不要再騙我說什麼 只要這個税加強 所以房價就會跌 所以就居住這一 所以就是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這件事是邏輯問題 邏輯問題 但是所有的最近打房的氣氛 來自於一個什麼 來自於四月中 營建署公布的一個資料 叫什麼呢 要在大台北 15年不吃不喝 新北市 12年不吃不喝 老實講說台灣 就是快不能活了 就是台灣就是這麼回事 腦水腫 就是什麼呢 腦水腫 縱北 清南 忽視中 放棄東 對不對 很簡單的講法 就縱北 清南 忽視中 放棄東 全台灣就只有大台北 就台北市和新北市 你喜喜好 反正貴死你 我各位 沒有一個媒體告訴你 你知道嗎 全台灣20個縣市排名第三名是哪裡 第三名是澎湖 你看要不要死 澎湖馬公市最貴的房子多少錢 不到20萬 那如果這樣薪資算價的話 到底是房價的問題 還是薪資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事情 沒有一個人講 連主辦這個活動的聯合報 都不把這些事情寫出來 第三名是澎湖 倒數第二名是基隆 倒數第一名是屏東 是收入問題還是房價問題 你一天到晚嚇人家說 15年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才能買得起 是收入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嘛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樣的氣氛去講說 哎呀台灣 而且很好笑 所有在什麼比說什麼 台北市是比什麼 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是香港 第三名是新北市 你笑死人 同樣的比 還有跟紐西蘭比 跟澳洲比 跟美國比 跟中國比 全台灣的比較是 台北市跟比 比美國 台北市比澳洲 台北市比紐西蘭 台北市比 你一個國家跟一個城市在比什麼東西 媒體為什麼一定要 惡意的去把台北市的房價 講成這麼不堪 這件事情我就要問一下 坐在那邊已經心情不足很久的 王董事長 對不對 你那歹巴在賣房子 對不對 我跟你講千夫所指 房價就是你炒出來的 對不對 現在大家的認知就這樣子 反正你業者 你都有黑心 你都有奸商 你 那這個問題就很麻煩嘛 對不對 這些所有的氣氛 所有講到數字 人都活不下去了 對不對 王董出來講一下好不好 對我們副市長偉大的英靈的副市長 講一下 因為他大概只剩七個月 就要下 田大師好 還有那個張董 還有郭董 還有現場的貴賓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創意家王明正 我們公司 我們是代銷公司 我們最主要的 承接案子 在大臺北區比較多 趁如剛剛張董 郭董講 還有田大師講 我感覺都講得很好 就是說 那個稅金 或是政府的政策 那可是 我又想回來 因為我是一個人 從台南到台北 那也是我阿公的 威士爸給我 來到台北 我結婚的時候 我還是跟人家租房子 那我還跟我太太結婚的時候 是那個床鋪還是放在地上的 那個桌子椅子也都是房東的 那房間大一點的 還我朋友住 因為那比較貴 那還有第三個房間 我還拿去出租 結果呢 要當二房東 貼紅紙條 貼錯地方還被罰款 所以呢 我想說年輕人 不見得一下就一定要買房子 因為我們也是這樣 像白熟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也都是這樣 辛辛苦苦 這樣慢慢的成長起來 跟這個國家 慢慢的成長起來 如果這個國家不好呢 我相信我們現在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好 如果這個國家好呢 我相信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也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所以講到房地產 因為我感覺我很榮幸 我在台北做了很多行業 那很榮幸 最後在八十年的時候 我進入富洋建設 到富洋建設 碰到了貴人 那就內部創業 所以就開始變成代銷公司這樣子 那代銷呢 我也感覺這 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 在SARS的時候 可能SARS的時候沒有人在買房子吧 所以沒有人在買房子 應該是很貴啊 不能為沒有人在買房子 還有2008年的時候 金融風暴來的時候 也沒有人在買房子啊 所以沒有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應該是很貴啊 其實剛好是相反 其實我們在SARS的時候 我心裡就這樣想 那時候我們也不敢來公共場所 也不敢去餐廳用餐 我們光樣品屋 我們的客戶要進到樣品屋 我們都在門口撐個傘 還戴口罩在那邊聊天 因為如果客人進去樣品屋 它是發燒了 我的樣品屋是要被燒毀的 是要被燒掉的 因為那個有細菌嘛 所以我們大家都保持距離 那我就心裡這樣想 如果那個時候你還留現金 那我甘願去買很多土地 我們還多圈一些土地聊天 至少還可以有地方聊天 不用到室內的場所去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公司還有 我們也建議了很多的業主 就認真的買地 不然你留現金 也不能當飯吃 也不能去餐廳 所以那時候根本沒有人在買 沒有人在買 結果我們就 那時候而且也很好買 話又說回來 在金融風暴的時候 大家也是很擔心 可是當然很多人都受傷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不買房子 也不去看房子 對不對 結果賣掉的人就很高興說 哇 還好我有賣掉 結果你現在回頭一看 那些賣掉的人 跟買到的人 的心情是怎麼樣 所以 陳如剛剛兩位董事長 還有田大師講的 我認為政府有政府的政策 那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人都是中小企業比較多 我們都像小草一樣 被踩了之後 你腳只要一抬起來 我們這個小草一樣再挺起來 所以我相信來到現場的貴賓 應該都對房地產是有興趣的 是不曉得要買或不買 人家在跟我講電子產業什麼什麼 股票分析什麼什麼 我真的聽不懂 人家在跟我講房地產的時候 我感覺很簡單 可是我發現好像很多人還是不清楚 我為什麼感覺房地產很簡單 我就是… 都沒有人家在跟我講 有什麼事 不要亂走 你就是我 就是我結果 current 都沒有人家在搭 而我家裡的房地產 當然有些人是說我又沒有現金 可是我講的意思是亮麗而為 我剛開始到台北的時候 我第一間房子我也買不起 那我就跟朋友一起合資 買預售 因為買成戶一下要付了30%的錢 預售付的錢比較少 這叫投資管道 我不認為這叫炒房地產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投資 就像我媽媽就教我 你有錢就存起來 要幹嘛 要買房子 不然就買房金 所以房子也會跌 房金也會跌 可是有一天它還是會漲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說 量力而為 確實在現在政府的打房的氣氛之下 確實我們創意家的成交 確實是比較慢的 比較慢你也不要以為說價錢會跌 因為剛剛我們聽到張董還有郭董在講 還有整個政策 政府的政策 我們現在建商要跟政府買地 政府比如說這塊地 比如說有300坪好了 裡面剛好有40幾坪 是政府的 你說那政府你不要打房 那你要賣 你叫建商賣便宜一點 那你政府的土地就賣便宜 以前是用公告限制 就是成一點是這樣賣給建商 因為你這樣跟他申請他就要賣你 因為他賺的太少 所以他要合併來開發 結果現在呢 他不是這樣在賣給你的 他是照市價 那市價怎麼算 是從外面的那個建價公司 建價公司呢 為了又怕那個有什麼官商過節 所以呢 訂的價錢比市價還貴 那我們建商要去買地 看都暈倒了 哇那麼貴 那我怎麼買得下去 那政府官員 政府機關他情願不賣你 因為他賣了你之後 現在很多 只要有什麼成交 跟政府有成交 他都賣了對他個人沒什麼好處 可是也有可能對 會什麼被所謂的官商勾結 他不賣還沒事 賣了呢 人家的 都有調查局都要查他 所以呢他就定了高高的 要買是建商的事 那建商為了原料 建商不要說建商是為了賺錢 比如說如果說那個建商 建設公司 他如果不做了 老闆其實日子一樣照顧 可是呢 從業人員他的同事呢 就少了就業機會 所以我也發現 我們很多建設公司的老闆 都是變成一個社會責任的 希望讓他的同事有事情做 因為現在很貴了耶 建設公司自己的老闆也買不下土地 他可是他也不能不買 因為他不買的話 他沒有原地 因為他沒有原物料 他沒有原物料的話 他這不是投資 他沒有原物料 他公司就要關閉 所以逼不得已 鼻子摸一摸 咬牙切齒的買下去 可是在買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了 他買那個土地 比我現在賣的房子還貴 為什麼他也要買 所以他在等兩年後 因為政府 我們的推案其實是很慢的 我們懷胎十個月 我們在台北弄一個土地 要公開出來要賣 而且又要請國外的金融師 要弄得更好一點的 可能都要花個兩三年 三四年 四五年 五六年 十幾年也有 這確實 所以有時候 建設公司的口袋不夠深 是會倒閉的 所以他弄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他認為應該就有機會 達到那個利潤 沒有達到那個利潤 他就虧錢了 可是他不賭下去也不行 是當然還好 他以前有賺到錢 他就敢賭了 如果沒有賺到錢 就不敢賭 所以因為現在年輕人 都沒有賺到錢 都會就一直罵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就是現場的貴賓 買房子量力而為 口袋有多少錢 就認真去看房子 我發現最好的娛樂就是看房子 為什麼 你去任何地方 吃個下午茶 有時候生意好 他還要排隊 而且還要花錢 你到我們的工地來 我們的同事應該服務都很好 而且咖啡甜品 什麼都免費 而且還放影片給你看 我們現在的台北 台灣的房地產 因為我喜歡到國外的時候 是看飯店跟看房地產 看一看真的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房地產 是在台灣 因為台灣有這樣的預售制度 所以我們在做台灣的房地產 我們公司在賣房子 我們不認為我們是一個賣房子的公司 我們已經變成在做一個文創了 我們照樣品屋家中心來 我們也有VCR可以看 有微電影可以看 還有樣品屋 我們還有情境 讓我們的消費者可以感受到 以後這邊的環境 還有讓消費者知道 以後這邊的都市發展 所以 他們的房地產的發展 我認為很健康也很健全 只是當然為什麼會那麼貴 因為國家進步啊 如果國家如果一直退步的話 我跟你講貴不起來了 如果國家一直進步的話 如果我們在台北 現在開了一個文化東方了 如果再開個佛西人 半島 再開了一些飯店進來 那一定越來越有價值 我不能講長這個字 講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就好像你這個環境 就像台中環境很好 高雄環境也很好 所以當然它會越來越有價值 像我住台南啊 台南環境也越來越好啊 所以當然越來越有價值啊 如果呢 環境不好的話 會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的話 價錢會往下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 台北高雄台中環境越來越好 它是會越來越有價值 所以越來越價值的時候 是代表什麼 就是它的價值 價錢是一定會往上的 因為啦 現在都是地球村了 意思說 還有很多人 喜歡來住台北 喜歡住台中或高雄 如果你的錢賺得比別人少的話 那也不要怨天遊樂 就是用租的就好了嘛 人生就是如此啊 幹嘛一定要買或是怎麼樣 民政我要打斷一下 因為你還要留點時間給人家 大家其實很在乎兩件事 因為你剛剛講的都很好 但是時間有限啊 一個問題 兩年跌三成 回答一下 兩年跌三成啊 那當然那是偉大的副市長在講的嘛 對不對 不是我們消費者在講 那是說給人家送的 對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因為喔 我們在買土地 買的價錢 都是兩年以後 比現在至少貴 貴不少幾成的價錢了 那你以後 要會跌三成的話 表示這些建商的眼光 都輸那個副市長 那就大家看看 最主要是 那個 如果台北市的價值 越來越好的話 你會喜歡住 不只你喜歡住 很多人都喜歡住 是這樣子 還有 台北市有人囤了59間房 搞不好現在就坐在下面 囤房稅 我覺得這個問題待會我們要講 就是說 你對這件事情什麼看法 就是說 囤了59間房 哇 最大惡極 所以說怎麼樣 要累進稅率如何如何 我認為田大師很好啦 就是 田大師代表的是一個消費大眾 他代表的也不是什麼 政府的政策什麼 很清楚 我們政府都希望 大家安居樂業嘛 希望大家收入要很高嘛 結果他打房 把很多人的錢 挪到國外去 國外去 他有沒有賺到錢 政府也不管 有沒有去國外套牢也不管 因為 他只要讓你不要在台灣買房就好 其實就像田大師講的 這是錯誤的觀念 你要造成就業機會 就像我剛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建設公司的老闆 為什麼他還要繼續做 買那麼貴 他就不要買就好 他來買我們創業家的 代銷的案子就好 我們賣的房子還比他買的土地還便宜 為什麼他還要買 他還是一個社會責任 他公司不能關掉 所以 有人為什麼要買到59間 因為他發現他要買金融 雷曼兄弟那麼安全都會倒閉了 而且他對台北有信心 對台灣的政府有信心 所以我一百斤也敢買 如果有錢的話 對不對 如果我對台灣的政府沒信心 我怎麼會買房子呢 對不對 所以我感覺這是很正常的 其實 就像田大師是很清楚說 觀念錯誤 你要想辦法讓大家安居樂業 讓大家的薪資所得提高 要讓有錢的人喜歡投資 越投資越多 製造越多的就業機會 讓大家基本面賺到很多錢 讓年輕人也很多就業機會 這個才是基本面 不是從上面把它壓下去的 我跟你講這個觀念很正確 那個王董 剛剛其實談到一些重點 我想當然也有問題問上來 就是建設是重點 但是我跟你講 很多消費者心態是這樣的 你捷運要蓋好在我家門口 旁邊要有超市 然後對面要有公園 房價最好能夠七折 以後能夠漲兩倍 想很多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反正最近捷運也出事 其他的捷運就不要蓋好了 那房價就不會漲啊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紐約去年的房價漲了32% 底特律的房價現在目前一美金 一間房子 便宜啊 哪一個 你要哪一個 很簡單的答案 大家其實現在目前抱著一個 很觀望的態度 就是說 剛我就問郭董怎麼辦 剛剛張姐提到怎麼辦 你告訴我怎麼辦 年輕人我還不在等 我在等 我等到你撐不住的時候 我就進去殺價 殺個五折 對不起 殺個五折你敢不敢賣 我今天講一個重點是什麼 五折會跑到你接待中心啊對不對 你說你有蛋糕 可以吃有咖啡可以喝 一去我就多少錢 80萬一瓶 我40萬 然後你們就玩一個什麼 現場鼓勵啊 恭喜木炸王先生購買40萬 他40萬一瓶一買到 我跟他今天晚上睡不著覺 怎麼可能五折 是不是鬧鬼 怎麼辦 現在目前很多的房地產專家 也告訴你進門要打七折 對不對 要打什麼六折 你告訴我大家怎麼辦 要不要再等嘛 這也是我個人的經驗 還有我們從事20年的 很多消費者的經驗告訴我 你在SARS的時候 你沒買到 你把它退掉 還有在金融風暴的時候 你把房子賣掉 你好高興說還好你把房子賣掉 房子這種東西就很奇怪 就像我們田大師講的 你沒辦法進口進來 你只要一賣掉 你要買到那個好東西是買不進來的 因為他為什麼要跟你買貴 因為你要賣貴嘛 他為什麼要跟你買貴 就是他認為他很好用 所以我還是認為一個基本面 就量力而為 你隨時都真的要去買房子 為什麼呢 可是你要秤秤自己的口袋 你只要口袋 人家說口袋很深嘛 那我們的口袋很淺嘛 那很淺沒關係啊 我們裝小一點的東西就好 不要去跟人家比大小 跟自己比就好 我們只要自己量力而為 我們台北大台北也是很多 你要兩百多萬的 一百多萬的 你要幾十萬的都有啊 量力而為 如果自己的口袋適合哪裡 你不要怨天尤人 不要去罵什麼 沒什麼好罵的啦 只是說萬探自己探錢探輸人 這樣而已啊 那也沒那麼嚴重啊 可是呢 我們還是家庭很和樂啊 最重要是喔 你那個這個當下 越少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要回顧一下 越少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就是你越好買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創意家隨時都開大門 歡迎大家來喝下午茶 你也不用買沒關係 可是你越看越多 你會越有概念 越有概念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要買 你就買的會有信心 不然喔 你一天到晚 聽人家講說 等一下要漲 你也很緊張 不趕快買不行 等一下要跌 那怎麼買的下手 所以喔 隨時都在猶豫當中 當你在猶豫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判斷 要買或不買 所以喔 我自己從事這麼多年了 我們如果創意家房子 我每賣一個案子 我只要留一戶就好 我現在可能賺的錢都比 別的建設公司的老闆 還賺得多了 我自己都做不到了 為什麼 我們再這麼專業 都沒辦法 所以這個跟都市 發展有關係 所以個人還是量力而為 所以在這個最大房的時候 你用功的去看房子 這是最好的時機 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謝謝 下半年的氣氛 也許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好 其實不好 maybe是一個好的狀況 因為我想各位 如果對房地產有興趣 你應該記得 前兩三年 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不買不急 人家也不會留你電話 你就慢走 因為後面馬上就要買 對不對 現在的話 他們已經開始打蚊子了 有時候 有些地方連蚊子都打死了 開始打解決 沒有那麼慘 我想各個城市不一樣 在這個時候去看房子 其實我相信相對 比較容易 你不會有壓力 對不對 而且正好可以各個地方去比較 今天剛好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有空 如果你覺得台北打房打得比較兇 台中看看啊 對不對 高雄看看啊 對不對 台北現在要死不活的這些天氣 對不對 一天到台中天氣很好 對不對 高雄天氣也不錯 對不對 台中小心一個地下道 欸 開車小心地下道 這之類的啦 那我想今天這個場合 我想 或許能夠解開你一些迷思 那我想 房地產它絕對不是看短期的 我想長期來看 挑好的地方 好的產品 對不對 剛剛王董講很清楚 一個留一間 你現在也不止59間 對不對 那你可能賺的比建設公司還多 那我想把它放長去看 台灣只要能夠繼續往上發展 建設更進步 最重要的是收入要增加了 這是經濟問題 那我相信房地產沒有什麼大大的問題 我們先謝謝今天三位 謝謝各位一個早上的聆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田大學先生 還有三位講師精采的對談